汽车市场转型势载必行 汽车市场转型势载必行 除了运能车和电动车 勾系车厂主攻 Put-in Hybrid 充电式运能系统 Audi A3 Sportback e-tron 就是顺势而生的第一战队 外形和内拢装环 大致上和一般的A3无分别 只是鬼面罩和无灯的设计稍微不同 其次是鬼面罩隐藏了一个充电插口 车的充电头在车头这个位置 厂方的设计是有意思的 等你去停车场发车充电时 就不用特意走左边或右边 如果以工业电源快速充电的话 两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 动力配置是由一副1.4L TFSI 引擎 配合一副电摩达合力推动 混合动力总输出达到204匹马力 和350Nm的峰值扭力 纯电模式时速可以高达每小时130公里 这部车声称它的纯电模式可以走50公里 虽然现在它的标本显示是39公里 但我们今天出去走一个50公里的圈 看看它需要进入多少油 由九龙湾大昌出发 经龙长道和海安路 到达丁九帝景酒店拍摄 当日就是下雨 沿途也遇上轻微的塞车 并且全程用EV和Auto行车模式行驶 当电量充足时 发现如何踩油都是以电力推动 我们开了20公里来丁九 期间停下了半个小时拍摄 也开着车头灯拍摄 现在开到九龙湾油站 看看要进入多少油 经屯门公路和西九龙走廊 返回启幅道油站入油 虽然现在标板显示还有12公里的电量 但因为可能有电只剩一半 油缸就比较容易主用介入 即使我现在转充不过80 我一给油都会用油缸 全程大约48公里的路程 结果要进入52元的汽油 换算之后每公里大约过一 虽然就不像记者那样便宜 但实在要计算当日的天气交通状况 电池未充满和停车拍摄等因素 再者 e-tron 备有四种模式选择 包括EV、Hybrid Auto、Charge Battery和Hold Battery 相信驾驶者适时善用充电模式 亦是省油的关键